飞飞的艺术蛋白碗 让自觉有知识没文化的升升级 让带妹子约会装文艺没障碍 让读严肃艺术媒体有困难的 被拽去看展览一头雾水的 在美术馆博览会上觉得 这是什么鬼老子也能做的 有个频道可以发泄一下 到底是谁对谁发泄 大家好我是于飞飞 开始了 这两天 我又被憋在家里多少天了 在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我 应该是三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了 然后现在是我们是二月底 在录这个视频 这两天我其实这段时间 我都特别沮丧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觉得艺术 既救赎不了别人 也救赎不了自己 我真的是这个感觉 而且我还发了个朋友圈 然后我觉得艺术跟屎一样 而且甚至连屎都不如 因为屎还能发电 艺术连发电都不能 相信在不同行业的很多朋友 都有我一样的解读 因为觉得就是深深的 有点无力感 但是大难当前 艺术无用 都这个时候了 聊艺术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上个月我被困在家里 因为就是疫情的事 所以我的展览也延期了 然后突然间没有了丢队 我就变得有点无所适从 所有的媒体 都在做相关的报道 这事因为疫情是大事 但是就是自从那个 开始陆陆续续复工了之后 有一些艺术媒体 也开始蹭流量做 就是跟疫情相关的报道 也不管他们自己 到底说的这事 到底重不重要 跟疫情到底相关度 有多高 为了不要这么狗啊 艺术蛋白板 从春节以来 就没有再讨论 疫情这个事 而且我也觉得 找不到立场 所以像我刚刚 开始说的一样 做艺术 救赎不了任何人 也救赎不了自己 从春节开始到现在 我都特别焦虑 我估计我至少长胖了五斤 就因为我饮食有点紊乱 就是因为我实在是 就是心情没有办法调试 然后我也曾经尝试 找一些书来看啊 就熟悦什么的 后乱时期的爱情什么的 以前在读的一些书 也都翻出来看了 但是都是就是翻五页 十页什么的 我就再也看不下去了 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三月应该已经来了 三月要来了 不管怎么样 生活都还是要继续的 所以昨天 前两天吧 前两天有个朋友 来家里来看房 然后当时他问我说 他在外面上班 我们都不需要上班 我会不会介意 就是我的感染风险会增加 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 我表示 室友要上班 增加了我的感染风险 但是跟下个月 交不出来房租相比的话 这两件事 孰轻孰重 我还是门轻的 总不能因业费时吧 所以真的要活 既然要活 那就要工作 最近我身边有些创业的小伙伴都在叫苦 但是我自为然不懂 引用我自己的话 你们今年难 我们年年难 有谁难得过艺术行业 现金流 现金流是什么 以前在艺术教育行业工作的时候 也经常有家长问我 就是你们学艺术的有什么用 而且就是后来就慢慢开始接触创业的事了之后 有好多创业的小伙伴也问我说 你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每一次到这种时候 我都呵呵了 我必须得跟他们说 我们的链条剧场的 这回灾难来了 艺术在灾难之下到底能干嘛 我个人的感觉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不能干嘛 但是肯定有些人不同意我说的 因为你们肯定会说说艺术高于人 或者是艺术能超度苦难 我觉得有道理 但是就是咱俩说的艺术不是一回事 你说的那个艺术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金子 我说的那艺术是我手上现在干的活 和我的就是整个同行业的其他的人一块的共同工作 所以借这个机会 我也正好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艺术行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 怎么样一回事 然后在大难当前 你们自己判断一下 艺术行业到底能干嘛 艺术行业包括艺术做艺术本身的能动性有多大 从行业的性质上来讲啊 艺术行业就是一个被供养的行业 连供养者都要勒紧裤腰带了 今年那被供养的能咋的 供养者又不是禅食官 他也不可能对吧 然后为什么说艺术行业是一个 就是被供养行业呢 其实就是基本上来说 简单来说就是一小撮人养着一群人 然后这一群数量也不算太大的人 主要服务于这一小撮人 所以还是一个小圈的事 然后当代艺术的发展使得艺术越来越面向大众啊 所以资金来源也越来越多元 但是由于艺术并不是消费品 也不是服务 所以就是价值跟成本脱钩非常严重 特别明显 所以说到底 它还是一个小圈的事 艺术行业的核心资金来源 大概有藏家各类技术基金 公共学院机构 政府部门经营收入几大类 几乎可以累比公益领域的资金来源 也就是所谓的捐赠机制 那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看得明白一点啊 拿英国的Tate美术馆为例 这是英国最大的本土和国际现当代售仓美术馆 尽管不是一家国立美术馆 但是主要赞助方有 英国数字化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这是一个部名字就这么长 英文叫做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所以这部分达到了30% 也是单独占比最大的资金来源 同时Tate同时也有自己的那个非政府和慈善主体 可以进行募资 然后由membership私人捐赠和赞助带来的收入也不容小觑 尽管占比不高 但是呢私人捐赠者是作品和重要资源的连结者 所以捐作品对于美术馆来说 有时候比捐钱更受欢迎啊 同时Tate的商业部分包含了Tate Commerce Tate Eat and Tate Corporate Event 这几部分加起来占比高过政府捐赠 所以他们的所以然而他们的波动也不小 因为你有时候挣得多有时候挣得少嘛 所以就最稳定的最靠谱的还是政府捐赠 和形成了信任关系的私人捐赠 我个人是觉得只要是捐赠就不靠谱 政府捐赠也不靠谱 伸手要饭那还不是别人给多少就得要多少 联想到疫情大家都懂啊 政府的钱是有保障的 但是商业运营层面的收入就基本上不能做指望了 国内的美术馆很多都得面临三到五个月的闭馆的局面 而且本来这事就杯水车薪 这回估计都得倒闭一波 想一想重创下的小微企业其实是一回事 而且美术馆呢还算是个半拉公共机构 家大业大啊 家里的一些藏品往往都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产 还是有人抖底的 但是最惨的呢 这一回就是商业性质更强的画廊和一些私人艺术机构 他们主要依赖的还是艺术品交易 然后还有一些展览门票 展览门票压根就 还有点背后可能可以依赖的私人资本啊 比如说新近崛起的一些私人美术馆 差一些的 基本上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 全靠藏家跟一些微博的门票过日子 搞了半天 是不是觉得那个藏家啊 这几个词的曝光率特别高 就是而且他们的行为模式也非常迷 大家也肯定觉得就是凭什么要给你卷 对吧 所以但是呢 这事是这样解释一下啊 没什么钱的年轻人 没准还就是耗点啥 对吧 你呀买个手办啊 或者是买一个什么炒个鞋呀 之类的 有点小钱的 雪茄 scotch 古董表 是吧 那人家有点钱 有点爱好 怎么了 就而且啊 在欧洲 艺术赞助人的传统 其实是由来已久的 我们熟知的啊 我们比较熟的文艺复兴的巨匠 基本上都是佛罗伦萨的 大家族养活的艺术家 对吧 有patreon 然后或者叫手艺人 在他们的话里面 赞助人也经常cosplay啊 cosplay成那些 匍匐在基督狡辩的那些 那些角色 或者是凑到圣人跟前的 那些角色 在当代 艺术赞助也是一种 身份的象征啦 但也有更多的经济考量 比如说啊 在国外 避税的考量 在遗产税非常高的国家呢 捐赠艺术品给公共机构 或者是院校 来规避巨额的遗产税 是非常正当的操作 而且企业也可以通过 捐赠艺术品来抵扣所得税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看 安盛集团给卢浮公 捐过多少东西 企业建立基金赞助艺术事业 也可以是免税的 不仅可以为企业免税 而且可以为企业主免税 很多个人所得税 所以这事还是在国外 有很多人干的 希望国内也马上立法 这样的话 国内也会有更好的一个生态 藏家的行为 是区别于消费和投资行为的 也就是跟你买苹果回家吃 跟你买股票去投资 不是一回事 艺术行业的消费 比如说你买了个玩意儿 你挂家了 好看 这玩意儿跟你去花市 买一颗大桃花 有什么区别呢 好看 都是好看 挂家 为什么区别于投资呢 投资就是为了利益翻倍 但是买艺术品的人 有些是为了挂在自己家的 挂在家厕所 挂在家 挂在这儿 而且能不能在艺术品上赚到钱 我觉得这是个悖论 因为在行业里面 没有人能帮藏家打包票 说这玩意儿肯定能赚到钱 买得起的人也不止这个东西赚钱 这杠杆是有多低 买比特币都比买这个要靠谱 你看这不就是悖论吗 我们战之调分 艺术往往是滞后的 这事儿其实我也跟学生聊了聊 因为这次疫情不是来了吗 所以就有好多的学生 往往跟我上课的时候 都会提起说 最近想做什么呀 因为所有的脑子 所有的你目之所及的所有的信息 全都是跟疫情相关的一些新闻 所以他们肯定也都想拿这个东西 作为他们自己的题材 但是往往都会被我拦下来的原因呢 是因为 就是创作者 在接纳一些新的信息的时候 往往他们的反馈是滞后的 就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去消化这些信息 然后我给他们的建议 也是让他们再等一等 因为不然的话 就是他们很有可能 做出来的东西就太草率了 所以就是说一说产业链啊 我们的产业链 在艺术行业经常被自己人打气 是效率齐低 堪比小农经济的手工业产业链 而且分配还不均 为什么说产业链长 效率低 而且分配不均呢 俩原因 一个是周期长 一个是参与的环节多 你们在外面老是听说 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 花两分钟就画好一张画的故事 而且那故事里头 那故事里头那画没准还挺贵的 你们相信这种故事呢 是因为你们过分的夸大了 就是艺术家的品牌溢价 如果你要是在现实生活中 耳闻目睹了这类型的艺术家的话呢 你需要明确以下两点啊 一 艺术行业对于艺术家来说 是高淘汰行业 这事我们以后会细说 会在说艺术家的时候细说 但是 如果这个艺术家能撑到被您看见的话 那说明这个艺术家已经扒了好几身皮 蜕变了好几次 日火念盘的凤凰了 二 你得确认你所知道的这位艺术家 是真艺术家 艺术 跟艺术 不同 但是说回那个随手一抹 价值连城的故事啊 我觉得 这事得这么看 因为就是有时候 策展人或者是galleryst 来我们工作室挑东西的时候 往往会捡起来那些 我们扔到地上的 或者是比如说夹在本里面的 就是我们自个都就是不以为意的东西 然后觉得那东西是可以变现的 这事其实挺好理解的啊 但是关键是 就是观众其实也买这个单 因为 往往啊 我们策划了好多年的一些 就花了很长时间 花了很多精力去筹备的一些项目 往往到了观众那儿 你们共认那些 就是物化了的 物质化 objectify的一些东西 然后 真的我们策划的很久 很久 费尽了心力做的一些作品 往往变现还不如一张纸块呢 所以艺术价值跟艺术的商业价值 这事有时候是不划等号的 而且大部分的时候都不划等号 那这事 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慢慢聊 几年前有个朋友问过我啊 说为什么你的那个艺术家朋友 卖的那么贵 凭什么他 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啊 按这个艺术家的年收入算 除以这个艺术家在当年流出市场上的作品建树 那那个年收入可以是算作 他在艺术市场上赚到的钱 那这样的话 等于作品的单价 凭什么一个受过优质高等教育 奋斗数十年的年轻人的年薪 不能跟一个大厂的互联网人一较高下呢 请问 而且人还是行业精英 虽然说啊 这样的艺术家已经是寥寥可数了 那 想跟大家说的是 艺术家真的是不好混 为什么艺术家总在前面加个穷字呢 不好听啊 但是有点道理 因为你听过穷程序员吗 对吧 艺术家的收入差距非常大 前几年有一个不开眼的闪 见我穿羽绒服 指着我的羽绒服上面的标问我 哟 你这是大额呀 假的吧 作品单位价格较低的摄影 比如说以摄影作品为例啊 初出茅庐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画廊的画册销售 再加在 就是加上乱七八糟的周边啊 可能可以卖到十到二十万的销售额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这些作品 可能他已经做了三四年了 甚至是五六年了 在他出道之前 可能这批作品他一直在筹备着 然后这还不包括 他前期垫付的大量的其他的成本 就比如说就是场地啊 租赁啊 就是器材啊 乱七八糟 上学什么的 也有出道一两年 就被市场快速的认可的 然后就是年收入 可以到达百万的一些 一些艺术家 学艺术贵 做艺术变现难 各种各样的原因叠加 导致有机构批判 开始说 艺术归根结底是有钱人玩的东西 没钱的孩子确实是有点难 可是有人又说了啊 那也没有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 让你做艺术 对不对 这事说的倒是没错 前两天 有个朋友 做保险的 跟我扯皮 对方冲我喊话说 做自媒体太辛苦了 建议我去做幼儿教育 我回答是 赚钱是有券 但是有券的赚钱更有券 做艺术家 前期需要垫付大量的成本 而且折服的周期也特别长 职业道路也非常的迂回 最难熬的其实是极其孤独 没有任何可以复制的模式和路径 因为不可复制才是核心竞争力 艺术家的工作内容是定义美啊 我觉得这玩意儿美不够 我必须得要让全人类承认 这玩意儿是美的 这个才是我们的全部工作内容 所以那些看到画廊 或者是美术馆里面 那些匪夷所思的一根直线啦 一张白纸啦 一把椅子 或者是开灯关灯的装置了 觉得我操这他妈都行 我也可以呀的人 我劝你们一句 你行你来 不行别逼逼 你要是能把这玩意儿弄到美术馆上 或者是流名轻史 我也服你 艺术家的工作啊 可以被看作不断的吞吐 输入跟输出 不吞怎么吐 但是吞咽也需要成本 最不花钱的创作者 也需要通过互联网啦 出版物啦 各类的展览啦 去了解同行到底在干嘛 然后以此来吸收一些新的形式 或者是一些新的表达 且不说其他支持艺术家 创作的物料跟差旅成本 年轻人最重要的是时间 我觉得啊 时间成本是最大的成本 所以艺术家往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在感知体验 吸收各类的信息上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艺术家的确是拿生命在创作 一点错都没有 再折回头来说一下物料成本 今天的艺术形式跟媒介材料被拓宽了 有的艺术家比如说AK啊 Anish Kapoor 在我们的蛋白碗里面曾经写过 关于他的文章 拒绝用现成物来做创作 那这类型的艺术家呢 光是完成自己的作品 他的那个乙方 他的那个项目执行方 他们的供应商的那个名单 说不定就可以列一张A4纸 有人可能说 这个行业的复杂程度 跟其他行业不值一提啊 那确实是不值一提 但是呢需要给你提个醒 无论是工业 还是大规模的集约农业生产 或者是互联网行业 生产这个过程往往都是大批量的 可复制的 长期重复的 但是呢 艺术家的创作都是一件 或者是一系列 很难大规模的复制生产 往往艺术家不得不费尽心力 为一件作品 就比如说我们完成一件作品 找十个供应商去协调工作 而且无论是从学术的语境 还是从商业的语境 那个有一个term叫uniqueness 就是唯一性 都是王道 而且没有办法 观众跟藏家都指认这个 这个地方说一说 IP做起来了 卖IP的艺术家啊 因为往往大家对这类型的艺术家 最熟知 比如说草芥迷生啦 比如说村上龙啦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草芥迷生的盘子 或者是一个村上龙的版画 那版数2000版 同学你买的是艺术衍生品 是工艺品 是被叫做艺术的艺术品 这类型的case另当别论啊 我们可以回头讨论 但是一定要记得 这类型的东西的标价 跟这个创作者同阶段的重要作品 在一级市场的交易价格 压根一点可比心有没有 这还只是生产环节 说到销售端就更加复杂 艺术家作为艺术品的生产方 和买家之间可能隔着七八层关系 就好比山东种的白菜 你在就是北京的超市里面买 中间隔着采摘包装运输 各级采购销售方 和超市终端的销售运营方 七七八八算下来 两分钟画出来的一张画 花两年卖出去都算快的 这中间这幅作品啊 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展览展会 经由展览举办方 公关团队 运输团队 保险团队 销售团队 多层助力 才有可能在合适的时候 找到合适的藏家 艺术市场也有一二级市场 然后在这儿 我们就帮大家去整理了一下 通常上来说呢 一级市场主要参与者是画廊 博览会 个体艺术家 就是简单的买卖东西嘛 交易数量大 交易体量也比较小 客单价也比较低 风险呢 也相对比较高 比如说 你以为你买的是艺术 其实你买的是桃花 然后艺术品本身呢 被收藏了之后 很大一部分也都会失去商业属性 短期之内 不会再进入交易环节了 也就是意味着 你可能把这张画 挂在了你家的书房 或者是你家的洗手间 但是你呢 懒得短时间之内拿出来卖 为什么呢 是因为可能没有人接盘 要么就是可能没有人接盘 艺术品具有高风险 而且就是这样的话 就使得藏品 再次进入交易环节的时候 几乎没有所谓的保底 价值可言 想一想啊 如果你刚刚买的那个东西 买的那艺术 它连桃花都不是 它是塑料桃花 挣钱的声势大 但是赔钱的时候 连个响都没有 所以说艺术交易市场 可能是一手市场啊 可能是比A股 更加难预料的市场 一级市场也是 艺术全品类交易的 古玩字画也都是有的 但是主要还是 以现当代最最热闹 二级市场相对来说 风险较低 交易的呢 主要是字画 此期 股东 小剑 已经受到市场检验的 现当代作品 还有高级的工艺品和奢侈品 而且量也特别大 会让你颠覆 对于股东的理解 当然啦 二级市场的风险也是有的 甚至一些大价钱的排品 也存在学术上的真伪之争 只要有交易就有风险 保证是不存在的 再牛逼的拍卖行业 都没有保证 这一说 行业内啊 更加难以形容的生产形式 在于生产艺术品的艺术家 也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我告诉你 这可就连农民都不如了 农民的地 虽然是自己的 但是种出来的菜 还可以自己吃 艺术家呢 作品如果是画廊 或者是某些代理人定制的作品 或者是跟画廊或者是代理人签了代理协议 那画廊和代理人都会支付一定的成本 而艺术家也有足够的紧迫性去生产这个作品 但是如果作品最后没有特别好的销路 等于说卖不掉 那艺术家自己也是不可以拿这个东西去卖给别人的 而且他也不能吃 总结一下啊 艺术家的生产过程之前 有各类工艺原材料的供应商 因为在这不好列举啊 因为实在是媒介太多 就是材料太多不好列举 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 艺术家的生产跟就是出产品之后 还有画廊展会 独立dealer 公关媒体 艺术金融机构 个人藏家或者是机构收藏 如果你足够牛逼的话 还得再加上二级市场的拍卖方 他们的主要受理或者已经获得了市场 就是他们主要受理已经获得市场认可 相对成熟的作品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developed artists 就是你们理解当中的成熟艺术家 可能年纪大一点啊 什么的 然后这条产业链看下来 每个环节都有各自的专业性可言 合在一起的话 又没有什么市场规范可言 所以说拿来类比小农经济一点都不夸张 精工细作也吃不饱饭的 就是艺术家没错了 说了这么多啊 回到大难面前 艺术能干嘛的事上 真的不能干嘛 至少做艺术真的不能干嘛 我的大难之下 艺术无用论 在艺术圈里面倒是得到了一片 一片岛的声音啊 但是往往就是 往往做实践的工作者 更同意我说的话 不做实践的同行朋友 或者是来自其他行业的小伙伴 会觉得艺术能帮助他们杜劫呀 我也觉得真艺术是能杜劫的 而且飞飞跟艺术蛋白碗的小伙伴也希望能见到更多的真艺术 能杜劫的真艺术 谢谢你的收听和观看 喜欢的朋友可以三连再看和关注我们 每周四飞飞的艺术蛋白碗 用艺术强身剑体 欢迎大家到飞飞的艺术蛋白碗里面玩的开心 露的天都黑了 太难了 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叫做我不看镜头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做好表情管理 但是我看镜头的话 我又不记得稿子 我再看镜头的话 什么地方